大家好,最近我一直在说拉姆 说家庭暴力,在转到其他主题之前呢 我把这个主题最后再做一期 再说一说,就是尽量完整地说一说拉姆 这个姑娘,以及她的家里人 以及她发生这种惨剧的,前前后后的一些 故事吧,尽管这个故事听上去比较悲惨 但是呢,这个悲惨,因为时刻都伴随着我们 可能未来还会发生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直面惨淡的人生 这几天呢,藏族网红姑娘拉姆直播的时候 被她的前夫泼气油烧伤的新闻 几乎让所有的人都看了非常非常的心痛 现在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 拉姆去世也都已经十天了 拉姆此生最大的憨事 应该就是认识了她那个前夫陶某 这个人呢,性格极躁,有前科 对于这段关系,她第一次婚姻 抱着要逃离深渊的允气 但又以仅存的幻想 而与对方复婚 你就看,这就是心软热的祸呀 我说这话,我自己心里也很痛 我只是希望她当时不要复婚 离了就离了,然后重新自己的生活就行了 最终,这第二次离婚三个月后 以为彻底脱离苦海的拉姆 还是没能逃过罪恶的黑手 一次惨烈的教训,让人们认识到 对于那些内心住着恶魔的家暴者 永远不要抱有期待 也永远不要掉以轻心啊 拉姆在自己的抖音账号首页 是这么写的 我不是不喜欢大城市的生活 但是为了陪在爸爸身边 所以,我就靠山挣钱 拉姆的家庭条件并不好 父亲因病治平啊 2014年起 被当地列为建党贫困户 家里主要靠种地和上山 挖江火和纯草 赚些生活费 视频里的拉姆总是拼得让人心疼 为了采药,他在山上一待 就是十几天 想家的时候,就坐在岩石边 往家的方向看 下山后,他又忙着家里的农活 打核桃,挤牛奶,捡柴火 农闲的时候,他去特产店帮忙 有一段时间,甚至是白天服装店 晚上烧烤摊两头跑 出空,他还要在网上搞直播 一个人恨不能掰成八半运 他从不避讳自己的目的 就是为了钱 还曾自嘲三十岁的自己 晕有一双五十岁的手 网友给他留言 劝他不要把钱看得太重 他回复道,我的生活不像你们 我没有依靠 他知道自己挣钱的样子很狼狈 但他觉得靠自己的样子 真的挺好的 虽然穷,但拉姆从不卖惨 总在视频中展示自己快乐的一面 用泥水敷墙,累了就把工具一丢,跳起欢快的舞蹈 在高山上行走,兴致来了就把毛牛当观众唱上一曲 在地上挖着挖着,弓起身子 开始拿锄头当吉他,自娱自乐 被雨淋湿了,回山上的帐篷里吃点热乎的东西 就能让他开心好久 食材回家,父亲会接他 他说,在父亲眼中,我永远都是小孩 真幸福啊! 拉姆总是素颜出镜 记录着自己最真实的生活与感受 很多人感受他的真诚,评价他 在抖音中是最自然宠谱的一个人 事发之前,他一共发布了205个作品 收获了24.2万粉丝 获得了291.3万个赞 然而,眼尖的网友早已觉察一些不同寻常的蛛丝马迹 拉姆的第一条顿态发布于2018年5月 视频里是他的大儿子抱着还不会走路的小儿子 他说,这是自己的两个心肝宝贝 但200多个视频中,从未出现过孩子爸爸的声音 今年3月18日的视频里,拉姆虽然笑着 但有人发现他的左眼眶下隐约有一块鱼青 到了5月10日,平日里 从笑眯眯的拉姆,罕见的在视频里哭泣 配文是母亲节,让我再次想起天堂里的母亲 自从您离开了我之后 我有好多委屈都憋在心里,好想找您诉说 屏幕外的人不知道啊 家暴的阴影正笼罩着这个美丽的姑娘身上 拉姆和前夫陶姆之间的矛盾纠缠 已经超过了13年 经历了结婚,离婚,复婚,再离婚的曲折历程 南风窗报导称,据拉姆的姐姐小卓马介绍啊 两人第一次离婚就是因为唐某有家暴的恶习 离婚后,唐某说自己以后会改,不再打拉姆 而拉姆呢,也舍不得两个孩子,因此同意复婚 但复婚仅仅十几天后,家暴又开始了 今年五月份,唐某又一次将拉姆打伤 小卓马说,那次唐某差点把拉姆掐死 拉姆忍无可忍去法院起诉离婚 在等判决期间,他只能躲到亲戚家里借住 唐某找不到他,就去找小卓马 竟然将小卓马眼眶打到骨折 恢复期是六个月,现在都没好 好在六月的时候,离婚尘埃落定 拉姆收拾好心情,七月发了一条抖音 新的起点,新的出发,加油啊! 唯一遗憾的是,他没有拿到孩子的抚养权 据拉姆的舅舅南姆加介绍,离婚时 两个孩子都被判给逃毛,拉姆想要抚养一个 但最终没能如愿 拉姆此间,曾在顿态中写道 往后余生,两兄弟相依为命 妈妈会背后支撑 进入九月,唐某也开启了新生活 九月六日,他开始在抖音上发布视频 有父子三人一起跳舞的,一起睡觉的 还有懵懵可爱的小儿子亲吻他的画面 目前,总共七个视频 唯一没有孩子的,身影的是 九月十日发布的那个视频 配文是,该来的他会来,该走的他会走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一切命中注定 不过,有网友表示,此前 陶姆账号的视频 不止这些,他删除了一些视频 另一边,拉姆9月1日 开始上山采药,在山上待了十三天 准备回家时,他的兴奋溢于言表 没人想到,厄运已经悄然而至 九月十四日,回家后 第一天,他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 准备直播,晚上八点五十分左右 唐某炒进他家 将汽油泼在他的身上,然后点着火 四川省人民医院出具的病情诊断书显示 截至9月18日,拉姆全身受伤 面积达90% 出现肺部感染,呼吸衰竭 以及浓毒血症等症状 看着病床上的拉姆面目全非 他的父亲心如刀绞 我也没有了活下去的动力 但是,看到女儿与死神抗争 还有一线希望,我就用一切办法 挽回女儿的生命 我和女儿仅有的积蓄 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生命是脆弱的,但人心是坚强的 恳请爱心人士慷慨解难,救助一下 我可怜的女儿 这份求助信迅速传播开来 网友很快为拉姆筹集了一百万爱心款 但拉姆的表姐说 人整个都被烧了,特别是手已经卷缩 就算能救活,生活恐怕也不能自理了 拉姆的另一名亲属 仁央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 表示,陶某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因为嫉妒 因为妹妹比较开朗 她这个妹妹指的是她的妹妹,拉姆 现在过得比较好了,她看别人过得好 自己过得不好,心里面嫉妒 拉姆的遭遇,瞬间引爆舆论 她出事之后,其抖音账户 陨入近四十万粉丝 网友们看着她以往积极阳光的样子 越看越揪心啊 在9月13日她期待下山的那条动态中 有人留言 前夫来了,快跑 姑娘,你别下山好吗? 点赞最多的预计是,很遗憾 以这种方式认识你 拉姆的惨剧令闻者默不落泪 但一片哀婉,痛惜声中 也有部分网友,关注点开始跑偏 有人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前夫的动机 运上了苍蝇不丁,无缝蛋,离婚后应该低调点 这样偏见十足的理由 也有人联系此前泼溜酸,推悬崖,扔化粪池,藏食冰柜等夫妻间的恶性事件 发出日常困难惊呼 甚至得出惊掉下巴的结论 不婚不遇,保平安 对女人恶意最大的是男人 这两种偏执的思路 都在将案件拽向由个体行为上升到群体攻击的极端 需要明确的是,这不是老调纯谈那些压根站不住脚的女德思想的时候 更不是一杆子打死一传人,挑起男女对立的时候 梳理案件最终走向惨剧的原因 还是在于,有家暴倾向的拉姆前夫是个十足危险的角色 事实上,家暴一词无数次在热搜新闻中出现 从知名博主羽牙发长视频揭露其前男友令人发指的家暴行径 到孕妇被打到路边哭诉 再到女子不堪被丈夫家暴跳下二楼 在层出不群的家暴新闻里 受害者在被联系的同时 也有让人恨铁不成钢的时候 数字显示,家暴致死的妇女 遭遇他杀的原因占到百分之四十以上 可即使这样,家暴受害人平均在遭受三十五次家暴之后 才会选择报警 这背后的原因由因为对方道歉而心软 更多的是因为自身的无奈与纠结 担心报警之后被说三道四,所以忍 害怕离婚之后孩子受苦,所以忍 因为缺乏证据而无法让渣男受到惩罚 所以忍 拉姆在这个艰难的抉择中 也曾为了家庭和孩子选择复婚 最终他能选择再次离婚 彻底远离家暴这个深冤 已经让无数人为之庆幸 然而,他还是低估了家暴者的危险指数 很多家暴者在使用行为暴力的同时 也在用一种类似PUI式的洗脑 对伴侣进行控制 如果伴侣下决心要切断与他的关系 家暴方会因为对方失控了 而通过纠缠、威胁等手段 企图夺回控制权 拉姆的前夫就是典型的例子 婚姻中家暴,离婚后死缠烂打 从拉姆的惨剧中,我们应该看到 对于家暴者的防范 应该不止于婚姻存续期间 即使是法律上切断的联系 仍然要处处提防 不给对方单独见面的机会 不让对方有任何可乘之机 但是,有时候也是防不胜防啊 这其实是整个社会有病 而这种病呢,也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治愈 而更不会有疫苗出来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 在我视频最后的时候呢,我还是 弱弱的发一声祝愿吧 就是祝愿还苦苦挣扎于家暴的那些人 早日痛下决心 愿所有选择逃离的人 能有个安全的归宿 愿眼里有心性的拉姆 在天堂 没有人去打扰,没有家暴 好,谢谢,再见,拜拜